这个雨已经从前天一直晒到今天都没停过 现在珠海市政府已经发那个红色预警 然后他说非必要就不要出门了 道路上还有很多那种积水车也过不了 我刚刚出去买早餐的时候 那个下水道的水的已经往外喷涌了 就是水太大呀 就是那个地库然后给水淹了 这边所有的地库它没有门可言的 雨下进去如果是外面的雨继续来 然后地库的抽水抽不赢的话 那个就灌满了 他只有等这个雨停了之后 拿那个抽水机把那个水抽出来 然后再把车抽出来